好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我们今天又可以一起来敬拜主 那对 今天是我们领事的弟兄 罗盘弟兄生日 对吧 生日快乐 对 在生日的 在生日这一天能够服侍主 我相信这是爱主的弟兄 最美也最好的生日礼物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生日的时候 你还可以来服侍主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生日当中 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同工 一起把最好的献给神 所以罗盘弟兄是有福的 我们也是感谢神 祂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恩赐 能够让我们一起来服侍主 那上个礼拜 上礼拜我出去度假 难得有时间度假 然后去的地方 跟这里有一个很大一个差别 我从一个八十几度的地方 回到一个三十几度的地方 这个冷热差了太多了 从一个几乎没有人戴口罩的地方 回到了很多人都戴口罩的地方 一下之间 进教会都差点忘记戴口罩 都忘记有戴口罩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人是很容易被环境给影响的 人被环境给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题目 要看一个题目是 我们继续从哥洛西书我们来看 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题目是 基督徒的死与活 听起来这个 听到死这个字 大家都会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基督 讲到基督徒的死与活呢 特别是在感恩节前夕 但是我们看到它的副标题叫做 持续专一什么样 活出基督 活出基督我相信是我们 很多基督徒常常听到的 或是我们常常祷告主 或者说我们常常有人 劝勉我们说我们要活出基督 那我实际上是蛮喜欢探究这些话 我们常常基督教 我们常常用的一些术语 或者圣经上的一些名词 就是说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那这个意思跟我的关系是什么 那我怎么样把这个活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相信 我相信神祂吩咐我们做的事情 祂所向我们定的旨意 都是可行的 祂不会把过重的担子 担在我们的肩上 祂说要我们活出基督 就不只是一个口号 不只是一个好听的一个名词 祂一定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做法 能够带领我们 能够这样子来做 这样子来活出来 那我们首先要思想的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活出基督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对不对 那基督徒的话意思就是说什么 是像基督的人 所以照说我们本身就应当是能够什么 就应当是能够活出像基督样式的人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活出基督样式呢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题目讲到的 基督徒的死跟基督徒的活 我们怎么样看待死跟活这样一个概念 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 各洛西书三章一到十一节 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从这一段经文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说 什么叫做基督徒的死与活 如何能够持续专意地活出基督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第一节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所以要致死 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如淫乱 污秽 邪情 恶欲和贪婪 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因这些事 神的愤怒 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 也曾这样行过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 以及恼恨 愤怒 恶毒 毁谤 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不要彼此说谎 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照他主的形象 在此并不分希腊人 犹太人 受割离的 未受割离的 化外人 息骨蹄人 为奴的 自主的 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个人之内 好 我们读经读到这里 所以我们今天要主要来探讨 就是说如何能够持续专一的 活出基督 这样可以看得到 如何能够持续专一的 能够活出基督 我们首先来看到 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经文 念的这段经文的一到四节 让我们看见 我们要活出基督 首先要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要在死活之间 做一个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天天 做一个基督徒 实际上我们天天都在 死跟活之间做一个选择 怎么说呢 怎么说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第一节他说 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怎么样 求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所以他这个地方解释很清楚 解释很清楚 他第一个就是说 他要我们求上面的事情 那个上面的事情 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 就是说你宗教的追求 哲学的追求 那种形而上的追求 那种虚无缥缈的一些追求 一些高言大致的一些追求 一些讲的你都听不懂 讲得很美丽 但是你又听不懂 他在讲什么的那些追求 上面的事 实际上不是这样讲的 因为保罗他这个地方 后面他已经很清楚地解释 什么是上面的事情 就是有耶稣坐在神的右边的那个地方 就是什么 上面 所以他说你们要求上面的事情 意思是说什么 你们求那个字 它有些英文的翻译是seek s-e-e-k是寻求 有些英文的翻译好像是set your heart on 就是把你的心放在那个地方 把你的心放在那个地方 也就是说 什么事情是你的心会放在那个地方的呢 什么事情 你可能在追剧 追美剧 韩剧 日剧 我这次去佛罗里达度假 本来要去一个 去一个 想要去一个白色的 白色的沙滩 可以拿一个散唐那个地方 看书 看一整天 结果一去才知道说 那边的几个沙滩 因为前面一个飓风太大了 全部都把 都关掉了 都没办法 所以我们就整天就关在屋子里头 关在屋子里头 看云 看水 看Netflix 难得有时间 可以好好的看一看 看了不少的戏 你要看那种电影的话 有些很长 那你就一口气 看完 你要看那种什么韩剧 美剧 它如果一个系列的话 你就要开始追 对不对 你就要什么 你的心可能就 你没看完的话 就下一集会怎么样 下一集会怎么样 为什么你会想要下一集会怎么样呢 因为你的心在这个事情上面 有没有 所以你的心在哪里呢 它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 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 如果你说 它这边讲到就是说 如果你说你跟主耶稣基督 一同复活的话 那你要有一个样子在 你不能够说 我今天已经复活了 那复活的一个特性是什么 复活的特性就是说 你今天是与主一同复活 一同复活是说 你是基督复活了 你也跟着他一起复活 那基督复活了 他有一个复活的样式 那你有没有那个复活的样式呢 那复活的样式是什么 复活的样式就是说 你原先可能跟神的关系是死的 现在呢你跟神的关系是活着了 原先你祷告 你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 你好像没有确定的感觉 说神会不会听我的祷告 现在你有一个把握 知道说神正在听你的祷告 为什么 因为你活过来了 你们的关系活起来了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嘛 就是说这个死活 不是说我们身体上的死跟活 我们在讲到说 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死的 是什么 就说我们不来往了 我们不再有任何的连结了 我们不再有任何联系了 有没有 这个前一阵子 这个什么美中关系 不是很紧张的时候 有没有 那就觉得哦糟糕了 这个就断了一些联系的话 那以后怎么办 世界两大强国 打起来的话怎么办 那后来前一阵子 不是那个拜登跟习近平见了面 好像又 两边又有一些对话了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这关系还是活着的 这关系还是活着的 所以我们今天他这个地方讲到说 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说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 第一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什么 你要有一个渴望寻求与主在一起的心 主在哪里 你就要在哪里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上面讲到嘛 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服侍我 我在哪里服侍我人也要在那里 对不对 是这样子讲嘛 对 那今天同样的道理 我们如果说我们是主的门徒 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说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 你有没有那个羡慕主的心 好像你追韩剧 追美剧 追日剧一样 这一集演完了 下一集是什么 哥林多前书 第一章读完了 第二章是什么 第三章就在讲什么 这个 哇 这一章讲的东西让我爱不释手 哇 这一章讲的东西让我觉得 哇 真的是讲到我的心里的深处去了 有没有 我不晓得大家读经 有没有读到这样的感觉 就是我原先没有信主前的时候 我可能觉得圣经嘛 就是教我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 那我信了主之后呢 发觉到说除了做人处事的道理之外 圣经好像一面照妖镜 把我内心的妖怪全部都照出来了 让我想躲都躲不掉 如果我们有这样感觉的话 感谢赞美主 我们是活着的 活着的你才能够感觉到 神对你的光照 当你死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我们觉得过得好好的 为什么 因为你跟神的关系是死的 神他对你的一些的教导 对你的一些的提醒 达不到你那个地方去的 但是当我们是活着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达到 所以他说 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上面的事情 不是说我们要去研究一些 虚乎缥缈的事情 这就是哥罗西教会 当时的那些假教师 带进到他们当中的事情 我们上次讲到 他们觉得说基督教讲的东西 太简单了 怎么是我们这些 有知识的精英 应该学的东西呢 我们学这些东西 我们应该还要学一些 其他东西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显出我们有智慧 显出我们比别人高尚一点 但是保罗告诉 告诉哥罗西教会 说这些东西是无用的 真正有用的事情是 你要求上面的事情 你要求耶稣基督 在你生命当中 是不是能够完全的掌权 你要愿意把你的主权交给他 而你愿意把你主权交给他 说得容易 但是做得难 做得难的原因 第一事情是 我们对耶稣有没有一个爱慕的心 爱慕他 信赖他 所以你就能够什么 交给他 大家都听过 听过有类似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一个爸爸站在一个楼 站在那个楼梯的下面 他叫他把他的孩子 把他三岁的孩子 放在那个楼梯几节的上面 然后叫他说 跳下来 那个孩子呢 他就毫不迟疑地就 往下面跳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他的爸爸 一定会在他下面给他 解读他 所以他能够跳下来 因为他知道他的爸爸 绝对不会松手 不管他 因为他知道他的爸爸爱他 所以他的爸爸 一定会在那个地方 看着他跳下来的时候 给他紧紧地抱住他 抓住他 我们今天跟主的关系 是不是也这个样子呢 我们今天求在上面的事情 是说我们今天把我的主权交给他 意思就是说 不再是我来做主 而是主来做主 因为我们信赖他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在任何跨不过去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只要扑向主 他一定会伸出双手 大能的宝贝 把我们牢牢地接住 使得我们能够求 然后我们就知道说 他一定在那个地方等候着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思想 一个怎么样活出基督的 第一个我们在死活之间 做一个选择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是与主同活的 那我们能够与主同活 他讲到的原因是说 因为我们是与主同死的 所以我们是与主同活的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你们要思念什么 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他这个地方死了是什么 你们在地上的事情上面 已经死了 所以你们要思念什么 上面的事情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 地上的事情不是我们生活当中 各样的事情 柴米油烟酱醋茶 地上的事情也不是说 我们在地上 我们所经营的事业 我们所追求的各样的事情 叫地上的事情 他地上的事情 如果我们往后面看的话 他会很清楚地看见 就是说地上的事情 是以我们这个人为中心 我们看得到的 我们想要抓得到的 这些事情 叫地上的事情 那这些事情有什么不好呢 这些事情在我们信主之前 没有什么不好 而且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信了主之后 为什么我们会发觉到不好呢 因为我们会发觉到说 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之后 这个罪性入了我们身体当中 生命当中之后 我们就不再是一个知所节制的人 所以我们对于一些美好事物的追求 我们会没有办法停下来 我们会一直想要 一直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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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了那个界限的时候 那叫做什么 那叫做罪 但是我们很难能够停下来的原因 就是我们不知道节制 我们不知道节制原因是说 那个东西太好了 太吸引我了 所以我太想要了 所以我就一直想要 所以钱不是问题 爱钱也不是罪恶 真正的罪恶在于什么 在于贪 贪的意思就是说 我已经有了 但是我还要更多 我已经够了 但是我觉得不够 我要更多 这叫做贪 所以有贪财 贪婪 所有的贪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的更多的时候 这就是罪 所以思念地上的事情 我们讲到说 地上的所有的事情 原本都不是罪恶的 我们追求我们的事业 我们追求我们的学业 我们追求我们各样的事情 我们追求我们美好的生活 这些都是应该的 但是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知道节制 我们要更多的时候 那就是问题 但是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说我们是死的 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是死 意思是说 罪再也不能够控制我们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 我们可以跟主一同复活 有一个新的生命 有一个新的可能 所以我们不要再去追想 过去的事情了 我们要往前看 不要往后看 不要受过去的一些的习惯 给控制我们 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能够改变的人 而那个改变的特性是什么 我们与主复活 因为我们与主同死 我们与主复活 有一个特性竟然是什么 竟然是与主同常 常是什么 常是埋下来 常是别人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在死活之间的 一个选择 有三个 一个是活 一个是死 一个是常 常是什么呢 他这个地方后面告诉我们说 第三节的后面 他说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所以这些叫做 信仰上救恩的道理 信仰上救恩道理告诉我们说 我们与基督同死 所以我们就与基督同活 我们与基督同活的时候 我们的表现应当是 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 藏在神里面我们刚才讲到的 藏在神里面的是 是好像我们受洗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我们要把人 按在水里头 对不对 那就埋在下面了 这叫做藏在 藏在神里面 藏在神里面呢 所以呢 藏在神里面的意思是说 别人看不到你 藏在神里面的意思就是说 你很多事情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藏在神里面的意思是说 我在很多的事情上 不再是凭着我想做什么 我就赶快去做 我不想做什么 我就不去做 因为今天的主客已经意味了 今天的主不再是我自己 今天的主是耶稣基督 因为我信他 我跟他一同复活 然后我把我的主权交给他 让他来掌管我的生命 然后那个掌管我的生命之后 第一个显出来的特质就是 我们是与主一同藏在神里面的 一同藏在神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学习 这一个隐藏的功课 隐藏的功课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要怕自己被隐藏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很害怕别人看不到我们 所以我们要常常显露出 我们自己出来 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的委屈被隐藏 没有人知道 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的财干 我们的功劳被隐藏 没有人知道 我们也不要害怕 我们所渴望的事情被隐藏下来 我们的理想被隐藏下来 永远都达不到 所以很多人很怕成为基督徒 或者说我晚一点再做基督徒吧 等到我追求了 该追求的事情之后 我再做基督徒 这就是害怕我们的理想被隐藏下来 但是呢 他这个地方讲到的事情是说 这里的隐藏是 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 放在基督里面就是说 我完全地交托给神 让基督完全地带领我们 这是需要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我在这个事情上放手 我在那个事情上放手 我们才能够看见 什么 变水为久的神迹 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 如果你不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去做 你怎么能够看见那个 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缸浇满的水 然后那个水咬出来就变成美酒呢 对不对 这叫做隐藏 因为照我们自己的 照我们自己的想法 我们不会这样做的 照我们自己的想法 我们一定是想方设法 赶快去解决这个问题 想方设法的赶快去处理这个问题 甚至我们就去跳出去 直接向我们的宾客 直接道歉了 对不对 说我没有办法做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 把我们自己的 这些的想法 做法隐藏起来 照着主的吩咐去做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觉到说 神的智慧 就会显明在我们的当中 保罗在这个地方 讲这个话 他是要回应 当时的这些假教师 他们的一些的教导 因为他们的教导是说 真正的智慧 隐藏在他们的教导 或他们所写的这些的书当中 所以不是任何一个人 可以明白的 不是任何一个人 可以得着的 只有你听他的 你听明白了 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智慧 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 告诉哥罗西教会说 这些东西是无效的 这些东西是 根本经不起考验的 但是真正的智慧 是隐藏在什么 隐藏在基督里头 只要我们愿意 进入到基督里头 进入到基督里头 意思就是 我们刚才讲到 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进入到基督里头 意思就是说 让他来掌管 我们权力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到说 我们的隐藏 会让我们有 更多的可能性出现 我们的隐藏 不见得是坏的事情 如同实习约翰所说 他必新圣 我必衰微 我们要选择是 他的新圣 还是我的衰微呢 后面讲到说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 在荣耀里 我们今天如果 在各样事情上 我们跟随他 我们在各样事情上 我们愿意隐藏 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到 我们会发觉到说 我们越来越有一个信心 相信什么 相信那个将来的荣耀当中 我们是有分的 我们会越来越盼望 那个将来的荣耀 赶快地来临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如今 与他一同藏在神里面 然后呢 他显现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与他 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 我们做基督徒的 实际上 每一天 都在死活之间做选择 我们是选择 什么样子的死 什么样子的活 我们听到了主的吩咐 我们是放在一边 不管他 然后呢 在这个事情上 我们是死的 因为我们没有回应 还是我们愿意 克服我们的惯性 去改变我们自己 照着主的吩咐 往前坐下去 那样子就能够看出 我们是活的 而且这样一个活的生命 会越来越显明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都会是一个选择 选择我们与主同死同活 还是我们的老我 又不小心活出来 然后使得我们新的我 被隐藏下去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学习 什么样叫做 尊主为大的生活 我们都知道要尊主为大 我们都知道基督是主 我们要跟随他 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想法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真正要做的时候 就会很难 就会很难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同活 是因为我们与主同死 我们既然已经在罪上死了 我们就不要在罪上 继续活下去 然后我们就应当要学习 怎么样子把自己 藏在基督里头 让别人越来越少看见我 让别人越来越多看见基督 这样我们就能够 真正地成为一个什么 基督徒 真正地成为一个基督徒 而那个具体的做法是什么 具体的做法就是后面讲到 不死而活的途径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致死过往的恶习 致死过往的恶习 然后我们看到 我们刚才念的第五节到第八节 那个地方 两个动词 一个是要致死 一个是要弃绝 他用的字都是很强烈的字 强烈的字 那个致死 就是说你要把它杀掉 没什么好讲的 就直接把它杀掉 那个弃绝也是 就整个的把它丢掉了 看都不看 所以我们要丢家里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弃绝 想都不想 很多时候我都是剪一剪 剪一些那些过去留的一些废纸头 你看 哎呀这是某年某月某日 我什么地方写的 丢得太可惜了就把它留着吧 然后这本书 这个什么时候看的 看的太 这个很有纪念价值 留着吧 所以你越留越多 越留越多 你根本就不要看这些 全部把它 看都不看 全部丢掉 但是有时候就想说 万一那里头夹了一张 每金一百块钱怎么办 对不对 还是要翻一翻 一翻的时候就看到 这个是过去的什么 就把它留下来 所以我们常常都会在这样一些挣扎当中 有没有 就是我们要丢掉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丢不掉 但是我们留很多东西的时候 我们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再碰它 就留到那个地方 我妈就说我们住在美国的人 比较有空间可以放这些东西 像我们搬家 搬了几次家 就越搬东西越多 就摆好多那些不用的东西 一直一箱一箱的 跟着一直搬 一直搬 然后就要找地方放 找地方放 放到地方 等下一次搬家的时候 又想说 要不要把这些东西丢掉呢 就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丢得太可惜了 再留下来吧 所以我们实际上要学习这里讲到 要弃绝 弃绝这一切的事情 看都不看把它丢掉 丢掉之后你会发觉到说 哇 你的家里可以空出好多空间出来 你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 实际上真的 真的我最难做的就是做这件事情 要下定决心 要弃绝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这地方 他讲的弃绝是什么 第一个是说弃绝在地上的 至死在地上的肢体 弃绝这一切的事 什么是地上的肢体 当我们在想到地上肢体的时候 这个肢体这个字 你在保罗其他书信当中看到 就是说我们是互为肢体 有没有 用的是同一个字 所以他不可能叫你 告诉我们说 我们把那些犯罪的弟兄们杀掉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然后他后面有解释 什么是他这边所谓的地上的肢体呢 就是什么 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 有没有看到 这些你光听起来都知道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不好的事情 不对的事情 有没有 但是我们刚才讲到 他的不好不对的一开始的时候 是好的 是对的 但是呢 只因为他们做过头了 就变成什么 就是变成不好的事情 像淫乱 那个淫这个字 它应该也是那个满出来的意思 淫的意思本来 本来是没有道德的 淫这个字本身 应该本来是没有带着这个道德判断的 但是呢 因为用 我们后来都用在这些的 不好的事情上 所以它就变成 淫应该是说它满出来的 所以就乱了 所以你的关系上面 你在你的这种关系上面 你在男女的关系上面 跨过那条界线 还不回头 继续往前走下去 那叫做淫 然后呢 你把这关系 整个的这种关系都弄乱了 所以淫乱 是这样来的 然后污秽 污秽的话相对就是圣洁 那邪情意思也是说 你想一些你不该想的事情 然后呢 你还不自止 就是说你可以 它可以飞过你的头上 对不对 但是你不去处理它 那就是变成一个什么 邪情 恶欲 贪婪 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保罗他这个地方 讲的事情是 它不只是一个念头 它是实际上已经 做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情 所以叫做地上的肢体 意思就是说 你看得到的 别人也看得到的 别人看得到你这些事情 然后你不以为意 别人知道你在做这些事情 你也不怕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跟神的关系是死的 他说你们过去的时候 就是这样 他说你们 当你们在这些事 活着的时候 也曾这样行过 就是你们在这些事情上 活着的时候 就是在对这些事情上 有反应 对这些事情上 你们是一直在进行着的 进行着淫乱 进行着污秽 进行着邪情 恶欲跟贪婪 这些事情我们在教会里头讲 讲台上讲 你觉得说 哇 这些事情太可怕了 但是你想一想 我们社会上 现在好多的事情 实际上不都是 在做这些事情吗 实际上我们很多 我们知道的一些的 这些的明星 或者一些的公众人物 不都在这些事情当中吗 实际上我们 在很多的这些伦理学 或者是说心理学上面 不都是把这些事情 除罪化吗 但是他这个地方 所以地上的子体 是说我们不只是 有这样一个念头 我们已经投入其中 在做这些事情了 他说你要自死 让他死掉 不要让他再动起来了 要让他死掉 因为你今天 有一个新的可能 你今天不受 这些事情的控制了 有些人说 我不做这些事情 我会死 所以我必须要 做这些事情 我不想他会死 我不跟他在一起会死 或是我不去赌会死 我不喝酒会死 对 我不 很多事情 你都会觉得 我受他的控制 我知道不好 但是就让我再做一次 我知道不对 但是就让我再做一次 但是他说 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是说我们在这个事情上 是死的的 基督已经把我 为我们除掉这些事情 他的能力 已经战胜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是可以 致死这些的 不要让我们 自己觉得 自己是基督徒 但是却活出一个 不是基督徒的样子 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你不是基督徒吗 你怎么还做这种事情呢 我不知道跟大家 有没有讲过 我以前刚搬到 沈路易去的时候 我们那边那个 邻居 我们那边邻居 他们那些都蛮友善的 蛮好的 所以就搞了一个party 欢迎我们 美国的party 当然是有酒的 那我想说 他们就说 很客气问我 说你要不要喝酒 我说好啊 可以啊 我就拿一酒 一拿一个酒 就有一个邻居马上说 你不是牧师吗 牧师可以喝酒吗 我心里想说 你这个人也很坏 你要我喝酒 然后你又问我 说我喝了 我不喝 你会觉得我好像 对你不好 我喝了你又说 你不是牧师吗 你怎么还喝酒 所以从那之后 我就知道 有时候别人看你 有一个标准在那里的 他可以做这个事情 你不见得可以做这件事情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 我不是说喝酒不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些事情你以为 你以为你这样做 别人是对别人的一种礼貌 但是别人可能对你有 另外一种标准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些淫乱 污秽 邪情 恶欲 贪婪 这些事情 我们刚才讲 我刚才讲说 可能社会上 现在是很普遍的事情 很普遍的现象 大家都不以为意了 但是你是基督徒 你最好要小心一点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别人就会说 你是基督徒 你竟然也做这些事情吗 所以求谁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 已经不受这些事情的控制 我们有一个 我们心中有一个不满足 但那个不满足 我们已经找到 那个真正的源头 不是在这些事情上 而是在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上面 所以我们可以致死 我们也可以弃绝 虽然可能不可能说 马上致死 马上弃绝 至少你可以慢慢地远离吧 你可以从不接触这些事情开始 或是你要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闪边去 对不对 然后它就会慢慢慢慢地 那个影响力就会越来越小 第二个呢 除了要致死过往的恶习之外 就是这些事情 这些我们原来认为 不以为意的事情 我们讲到淫乱 污秽 邪情 恶欲 还有贪婪 然后呢 还有 恼恨 愤怒 恶毒 毁谤 口中污秽言语 前面的是讲到 是比较是行为上的 行为上的 就是淫乱 污秽 邪情 恶欲 贪婪 这些都是做出来的 那后面这些 恼恨 愤怒 恶毒 毁谤 口中污秽言语呢 是说出来的 说出来的 所以保罗他在这个地方讲到 就是说 我们做出来跟说出来的事情 我们在过去还没有信主之前 可能是这个样子 但现在信了主之后 我们都可以去弃绝他 我们都可以去制使他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靠着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 靠着我们自己一定会回到 过往的习惯上面去的 所以第二个呢 他要讲到这些事情就是要 抗拒虚假的生活 这个我觉得比第一个更难做到 特别是对我们自认为良善的人来讲 我们觉得我们不是前面的这一些 淫乱 无悔 邪情 恶欲贪婪 恼恨 愤怒 恶毒 毁谤 这些跟我们没有关系 但是后面这个 是我们做基督徒前跟做基督徒后 我们都不小心可能仍然在活在这里面当中的 所以要抗拒虚假的生活 什么叫抗拒虚假的生活呢 他这边第九节他说 不要彼此说谎 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 所以你们已经是新人了 你们已经有一个新的样式了 所以不要再用过去的习惯 来处理你生活上的各样子的问题 彼此说谎不是说不只是骗人而已 彼此说谎可能就是说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对方不说实话 或是彼此说谎可能就是说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这样讲比说实话好 所以我就照着我的想法 讲了一些 我觉得对方听起来好听 舒服的话 但实际上不是实话 当然了用爱心说诚实话 这个是一个艺术 要求神能够帮助我们 但是我们要思想的事情 怎么样子能够脱离这个彼此说谎的习惯 最近看到基督教论坛报 讲到一个基督徒需要破除的十个坏习惯 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有蛮多的一个关系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有些人可能已经看过了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论断信念和我不一样的人 论断信念和我不一样 我们有这样一个习惯 他的信念跟我不一样 他的 所以我们常常会论断他 我们觉得论断这些人是 无可厚非的嘛 论断这些佛教徒 论断这些伊斯兰 或者论断这些什么 政治理念跟我不同的人 我们常常在论断 但是我们不以为意 这跟彼此说谎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第二个就是说 借着分享带导事项去讲别人的八卦 这是好多人不敢把他的带导事项 放在教会当中的原因 因为很多人是看这些祷告事项 说陈牧师有这个事情 你知道吗 他就开始传 就变代导事项就变成一个八卦消息的来源 我都不晓得他的孩子是这样子 我都不晓得他怎么样怎么样 原来你知道吗 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 拜托 代导事项是要我们为他祷告 代导事项不是让我们去传别人的八卦 你看他家这个样子 他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一个坏习惯 第三个呢就是说 编造或扭曲经文滥用上帝的话 这是我们基督徒久一点的 常常会做的事情 你不要害怕 神会祝福你的 你不要害怕 神必与你同在 他不分清红肉白 到底他做了什么事情 你不去管 你不用怕 只管 只要信 神就必成就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 编造扭曲经文滥用上帝的话 神真的有这样说吗 最好我们把上下文看清楚一点 当我们要引用经文的时候 我们要思想 对 我们是想要帮助别人 没错 但是我们的帮助 真正对他有帮助吗 万一他说 我只要信 只要信神就必成全 结果你讲的 跟他理解的不一样 或是你是照着他的心意去讲 说只要信 他以为的信是说 只要信神 他一定会照着我的想法去做 不是说 只要信神 他是那一位什么 良善信实 慈爱的神 所以他一定 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 所以他一定会在我们的事情上 把最好的给我们 这叫做信神会做事情 但是我们常常会讲到说 你只要信神 神就必成就 意思是说 你想你求什么 神就会照着你的求成就 是这样子吗 然后呢 没成就怎么办呢 就说有人生病 你只要信 你只要用信心祷告 神必医治 所以你就一直祷告 然后神没有医治 因为你说 因为那个时间还没有到 那神还没有医治 你说那个时间还没有到 你继续要信 这叫做 编造或扭曲经文 滥用神的话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除非我们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确据 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然后我们从圣经上讲的话 才能够真正成为别人的祝福 第四个呢 总是主动提供意见 其实对方只想要我们 倾听并安慰跟鼓励他们 不要做约伯的朋友 不要做约伯的朋友 听别人讲话 可能比给别人意见好 别人做错事 或者别人在伤心的时候 你说不要伤心 不要害怕 只要交托给神就好了 不要讲太多的话 听有时候比讲更重要 第五个就是说 匆忙插手介入他人的事情 就是你根本没有想清楚 或者根本没有从神来的一个带领 你就照着你的方法去介入别人的事情 第六个是对属世的事 比对信仰更热情 开诚不公 就是我们讨论 这个美国的政治 中国的政治 台湾的政治 我们看这些新闻 看这些YouTube的东西 有时候可能超过我们 对圣经 对信仰的一个兴趣的时候 这是我们的一个习惯 然后用说坏话抱怨来抨击 可抵制坏事 却没有用爱和恩典来支持好事 让别人会觉得说 基督徒就是一些愤世技术的人 基督徒这个看不惯 那个看不惯 这个批评 那个批评 但是却没有爱和恩典显露出来 第八个是说 没有妥善照顾自己 没有好的日常生活习惯 第九个呢 自我价值感低落 没根据在基督里的身份 来谈论或看待自己 也就是说 我们一方面对这个信仰没兴趣 再这方面呢 我们自己又觉得 哎呀我很糟糕 哎呀我很不配 哎呀神是不是不要我了 这些都是 过去的习惯 带进我们的 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来的时候 造成我们的一些的 一种虚假的生活 第十个就是 坚持拥有完美的人生 属灵的假象 没有真实的面对现实 就是我们觉得说 基督徒就是应该是一个完美的人 完美的夫妻 完美的家庭 完美的工作 所有的东西都是完美的 没有什么怨言 常常喜乐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是活在这样当中 所以我万一有什么事情怎么办 就是不要让别人知道 人家问你好不好 我很好 感谢赞美主 人家问你家里好不好 很好 感谢赞美主 你问你的太太好不好 很好 感谢赞美主 其实你都不好了 就不能够真实的去面对现实的生活 求神能够帮助我们 因为神是照我本相接纳我 而不是照我完美的形象接纳我 所以我在神的面前 就应当是思路敞开的 是全然真实的 把我自己带到神的面前 让神知道我是谁 而不是在神的面前是虚假的 在人的面前也是虚假的 那你不觉得做一个基督徒 这样做得很辛苦吗 我在人的面前也虚假 在神的面前也虚假 所以你就不想要祷告了 你也不想要来教会聚会了 因为来教会聚会 就要去讲一些虚假的话 一祷告也要讲一些虚假的话 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要彼此说谎 让我们也不要自己骗自己 说我很好 我没事 让我也不要彼此说谎 彼此骗自己 在这些虚假的习惯当中 求神能够帮助我们 因为让我们认识到 我们是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 已经穿上了新人 最后就是不死而活的途径是说 前面两个讲到是一个负面的 就是要致死过往的恶习 抗拒虚假的生活 第三个就是要活出更新的生命 因为他这个第十节后面 后面说这新人在知识上 渐渐更新 正如照他主的形象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命 我们有一个新人的生命 这个生命不是我去努力 去努力 让他能够出来的 这个生命是说 只要我愿意 跟主保持一个连结的关系 只要我跟神的关系 是活着的时候 这新人在知识上 就会渐渐更新 就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你会看到我越来越多改变 越来越多改变 越来越多改变出来 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讲到的 就是说我们在一开始可能很难 我要改变 我要不说虚假的话 我要不说场面话 可能很难 因为我习惯这样子嘛 但是你试着一次说 就算我不知道该怎么 说不说场面话的话 那就不要说话 把嘴巴闭起来 你觉得说 我把嘴巴闭起来的话 我就不能够夸奖人了 但如果你觉得你夸奖人 是一个虚假的时候 你就要适时地让自己收住 收住的时候呢 你要跟神祷告说 求神给我一个什么 是给我一个安慰人的 一个真实的话 让我所说的话 是我所信的 让我所说的话 是我知道 是我详细查考圣经 知道这个话 是用来帮助他的 让他听了这个话之后 不会被迷惑 不会被受骗 很多人就是 有这样子的例子 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这个生病得医治的事情 他真的到最后 最后临终的时候说 你不是说 我可以得医治吗 那你怎么回答他呢 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新人上 让神来带领我们 渐渐更新 隔除掉过去的一些的 虚假的生活 致死过往的这些恶习 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恶习上 我们是无关的 让我们能够活出 那个新人的一个样式出来 因为他这个地方 讲到最后讲到说 在此并不分 希腊人 犹太人 受割离的 未受割离的 话外人 西谷提人 为奴的自主 保罗很喜欢用这样一个 对比的关系 有没有 但在这里的对比的时候 大家有点不大明白 为什么他把话外人 跟西谷提人 摆在一起来放呢 因为话外人跟西谷提人 好像是同一组的人 但是他这里看到 看到他这样一个 你看他这样一个对比 希腊人 犹太人 他下一个就是 受割离的 未受割离 所以他是这样交叉对比的 希腊人跟未受割离的 犹太人跟受割离的 是在一起的 所以话外人就跟 自主的在一起 西谷提人跟为奴的在一起 所以他这个地方提到的 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子 他这边讲到话外人 应该是那种自主的 就是自主的那些外邦人 自由的外邦人 那西谷提人呢 是那些为奴的外邦人 所以你看希腊人 犹太人 受割离的 未受割离的 话外人 西谷提人 为奴的 自主的 他讲这些目的是什么 他讲这些目的有两个 至少有两个 第一个意思就是说 不管你怎么看待 你身旁这些人 他是希腊人 就是外邦人 犹太人 他是受割离的 未受割离 不管你怎么看待这些人 主怎么样看待呢 唯有基督是 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 就是说你看NIV的 他的翻译应该是Christ is all and is in all 他的意思应该是说 基督等同于一切 但是那个等同于又怕你误会 他等同于意思就是说 基督包括了一切在内 意思就是说 这里的所有人 只要是信主的 只要是信主的 不管他是什么人 他都在基督里 不管他是什么人 他今天都在 基督的意思就是说 基督看他跟看你是一样宝贵的 不管你怎么看待他 你可能觉得他没有你宝贵 但是基督不这么认为 就跟那个葡萄园 是不是葡萄园的比喻 那个静元的时间不同 静元时间不同 所以早进去的领到的工价 跟晚进去领到的工价 是一样的时候 他就觉得不公平 不贵 但是恩典是没有公平与否的 因为主已经为我们付了所有的代价 所以他要给所有人 一样这是他的一个爱 这是他的一个怜悯 我们有什么好说的呢 但是我们常常会带着一个 平断的眼光 来看待我们身旁的基督徒 更不要说那些还没有信主的 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有一个私下的论断 他属灵他不属灵 他爱主他不爱主 他比我爱主他比我不爱主 他比我属灵他比我不属灵 有没有 我们常常有这样一个论断的心态 在这当中 但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 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 他的意思就是讲到说 基督看待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 然后他掌管全世界全宇宙 但是他也乐于居住在 我们这些斤斤计较于 一些小事情上是否公平的人的心当中 他愿意居住在我们当中 因为他要在我们当中做主 他又住在个人之内 你不要以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是他的荣幸 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你如果是基督的话 你会喜欢住在你里面吗 我觉得可能不会 我里头好多误会 我里头好多不想让人家知道的事情 他都会知道了 他都会知道了 然后他又会发现到 你怎么都不打扫一下你这个房子 这么多脏东西 这么堆了一堆东西 没有东西 你放在这个地方干什么 然后你让我住在这个地方 但是他掌管全宇宙 包括一切 他也住在我们个人之内 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 要告诉我们事情是说 我们对人不要有太多的分别心 我们只管去爱人 我们只管凭着真理 去爱我们身旁的人 我们不要去论断他们 我们要帮助他们 我们不要把他们变成我们的假想敌 他们永远是我们的伙伴 我们不需要害怕 我们不需要害怕 我们身旁的人会抢走我们的东西 因为基督充满一切 所以他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 所以你不用害怕 你的地位会被谁抢走 你也不用害怕 你所得的东西比他少很多 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个人之内 求神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 活出基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活出基督是我们这一生 要持续专一去做成的事情 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 说我们是基督徒 是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是因为他为我们死在先 然后他让我们与他一同复活在后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 新的一个可能出来 我们不再靠自己 我们去靠主 你会发觉到 很多事情会有一些新的路走出来 是意想不到的路 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但是就发生了 然后如果是凭我们自己去想的话 可能有些事情根本不会这样做 根本不会这样发生 但是我们听他的 我们每一次都听他的 然后发生的事情 就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就是哥林多前书 那地方讲到了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我在过去十几天 十二天左右吧 去佛罗里达度假 我们刚才讲的 本来要去一个白色的沙滩 结果沙滩也没了 飓风来了 然后我们就只好在那个地方 然后一开始 前面两天 只有我秀灵师母 有事没有过去 所以我那两天就 天天就 望着水 望着云 想到很多事情 我昨天在准备讲道的时候 就把我在那边写的东西 PO在微信上面 对 就是十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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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变化 想到1992年我们信主 这也不是我们 照我原来想的一个事情 我们原来想的是 我们从台湾来美国 妈妈特别交代嘛 对不对 你可以去教会 对不对 教会有资源 有帮助 但是你不要信耶稣 因为我们不是信耶稣的 但是来到美国不到一年 圣经都还没读完一遍 约翰福音都没读完一遍 实在是讲得很丢脸 就怎样 就这样信了耶稣了 就受了洗了 1992年 然后到了2002年的时候 我已经在念神学院 所以我会发觉到说 每十年每十年 每十年过来的一些事情 都不是我所想的 都不是我原先所计划的 就是照着我的意思的话 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的 但是每一部我听神的代理 我放下 我跟随 我放下 我跟随 虽然在过程当中 可能有一些的跌倒 可能有一些的受伤 但是在这个跌倒跟受伤当中 更多的是看见神的恩典 看见神的慈爱 看见到说你跟随他 绝对不会出错 所以你每一步每一步 这样走下去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说 所以我们要跟随主 所以我们要让我们自己 死得更多 这样子主才能够活得更多 求神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持续专一地 活出基督 这是我们一生的一个目标 我们仍然在这个目标当中 我们仍然在被建造的过程当中 我们仍然要致死过往的恶习 抗拒虚角的生活 使得我们那个更新的生命 能够在我们的每天生活当中 能够活出来 让每一个看到我们的人都说 哇 做基督徒真好 做基督徒真是一个 人生幸福的事情 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悲的父神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献上感恩 在这感恩节来天的时候 我们不为着您所成就 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情来感恩 因为太多太多事情要感恩 但是我们就为着我们在 我们每一件事情 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更多的经历主 更多的认识主 也更多的得着主 我们来献上感恩 谢谢主您没有放弃我们 谢谢主您不离不弃地 拖着我们 拉着我们 带着我们 走到如今 使得我们能够成长 使得我们能够与神连接 使得我们能够被称为基督徒 就求主您自己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继续地 能够持续专一 活出基督的样式 知道那个样式 是我们一生的追求 知道那个荣美 是我们所盼望的 就求主把这一个盼望 更多地摆在我们的心中 使得我们就真的是能够渴慕 使得我们能够爱慕 像基督的样式 让我们的这样一个渴慕爱慕 活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 就让更多的人 能够经历到基督的真实 以及基督的爱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